各位兄弟们,泰国这场戏对咱们又是天, 昨晚上我很辛苦,每个听,每个问,每个了解, 但我很兴奋,天意啊,天意在帮我们啊! 这个泰国的G20和整个的印度尼西亚的G20 基本上是挑明了和美国的KRO到底 而且对台湾记住啊,兄弟兄弟们,你以为美国回来说不会近期打他 我会告诉你大家,这次习看完以后一定会更加打台湾! 除了一次狂妄,被孤立,还有中国国内的清零隔离政策 这种清零隔离和疫苗灾难能未来有8到10万亿 20万亿生意给你们做吗? 这种中国的市场已经全面消灭私有质、公有质化 还能有你们的机会吗?中国人没机会,你外国人有机会吗? 你外国人有机会,钱能拿走吗? 就是你把你美国、西方的所谓亚太,他所谓的亚太的供应链来威胁西方 他用亚太供应链威胁西方和中国的市场做诱惑 然后告诉你亚洲是我的,然后告诉你美国、英国也就那点鸟事儿啊! 你们不跟我干,那你看了咋办? 然后啪我就给你放冰毒,啪我就给你干! 我喝北朝鲜,我喝俄罗斯,我喝巴基斯坦,我喝伊朗,我喝叙利亚 就把你们这个世界给你干灭了! 然后我就打台湾,你咋的? 很清楚啊,习私下来跟领导人说 我们台湾是我们国内的事儿,你们管不了,所有的事情都是废话! 但愿西太阳一路暗号行动下去!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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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